台南市议会的汇选宜云整起案件的关键人物林世杰 失踪了三天后被居体到案 虽然一度传出他是因为登山才失联 不过台南地院认为他有逃亡之余 成为全案被收押的第三人 深夜11点 球车缓缓开出台南地院 伤头载的正是台南议长汇选宜云的关键人物林世杰 是整起案件被收押的第三人 选前涉入威胁恐吓蓝营议员案件 检方三号搜索人未到案 女儿说她去登山搞失联 直到六号才在律师陪同下到地检署 具体到案 七号晚间裁定羁押禁件 因担心遭羁押而未到案 有事实族任有逃亡之余 案件调查至今 全案11名被告中 目前有三人被收押禁件 包括前民进党中指委郭再青 还有台南市政府地震局约故人员黄怡萍 以及台南区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至于在投票日 跑票的前议长李文俊 还有议员黄立昭 目前遭到生涯当中 造场服务就对了 对 竟然造场服务 那议员的心情都还好 还是 议员服务处不受影响 汇选怡云让人宛如雾里看花 相关人一一道岸 尖调抽丝剥茧 就盼真相尽快水落石出 接下来 红不齐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